在很久以前 上一代香港人说 人穷志不穷 现在80后流行的是 穷得只静下潜 但假如身无分文 又是否等于穷徒没路呢 Bird因为一次他乡做义工的经历所感动 回到香港后 创办意犹Volta 让更多香港人 愚由于义 年轻人 即使再穷 仍然拥有世界 我会想游历 但我不想跟随人团 因为我会想和当地 我在游历的社区会多些互动 但是当你作为义工的时候 你就真的完全可以打破这个格幕 我也很肯定 书本也教过一些世界观 什么全球理念等等的东西 但是都不及一次实际的接触 一段实际的友谊 所以我就成立Volta 国际视野之所重要是我们也可以不只带着香港人这顶帽 当我们跟外国人一起相处交流沟通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他们的角度分析香港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才有一些新的思维 新的元素 带到本地的服务 赋予到一些新的方向给他 很感谢哥哥 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 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都是那句 如果有一天飞得很累 或者你要走的梦想 无论如何都会有我去支持着你 我觉得香港年轻人其实一点都不穷 欠的只是一种向外走的决心 Motor加入了几个国际网络 其中一个就是国际联合国教训文组织 在里面我见到西亚各地的人 在里面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 但偏偏香港人在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参与 我们绝对可以在这些国际性机构里面 担当其中的职位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地 希望将人从一个义工 转化到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人 国际义工服务就是在做这件事 离开其实是为了回来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重新出发 正如Bird他选择意犹 在他乡服务他人 实践世界公民的责任 更让香港这伙东方之主 透过一帮香港青年无私的奉献 今后继续发光发亮 因有得意 因意而有 他是Bird 邓慧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